喜欢前往旧金山旅游的民众最近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 拥有上百年历史的移动古迹叮当车 这个礼拜五将进入长达10天的维修期 最快要等到23号以后才会重新启动 旧金山之名标志 叮当车1873年开始营运 至今已经转动超过146年 不只是世界上仅存仍用手工操作的公共交通工具 虽然目前仅存三条路线 但每年仍可以吸引到700万名乘客 并且搭配传统油轨电车 成为整个旧金山市区公共交通网络的一部分 而这一次的维修 不只是交通局在两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 其中还包括要保留好最受欢迎的两条观光路线 分别是从市中心的联合广场到渔人码头 与加州街路段 东西新闻团队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